川普當選美國總統讓許多人 特別是美國的媒體、民調機構和精英階層都跌破了眼鏡 就連其支持者都認為 川普能夠以顯著的票數差距勝選是個奇蹟 這場選舉的背後雙方勝敗的原因是什麼 兩極化的美國未來能否真的繼續偉大 來聽聽專家是怎麼說的 分析希拉里最終敗選原因 專家認為有關克林頓基金會的醜聞和電油門事件 讓選民們對希拉里失去信賴 其勝券在我的驕傲態度也讓他失去很多民心 所以我想很多普通老百姓 尤其是藍領美國工人對這種感覺是很反感的 因此他們就用了川普先生的候選和他的提名人 來表示他們對克林頓和對華盛頓的一種不滿 專家認為川普勝出的最主要原因是他提出的政策 更受基層選民歡迎 而媒體的不平衡報導也激發選民對他的支持 國際投票有問題 例如,一位投票表示川普勝出的 他很容易賣,他賣幾個點 他在移民的方式上是最主要的 他在治療的方式上是最主要的 他在治療的方式上是最主要的 我認為他在外國政策的方式上是最主要的 他讓很多好像感覺他們自己被忘了的這些人 感覺到有一個競選總統的人想起我們 那麼這就是藍領的美國工人鄉下的人 一些沒有很多權利或者沒有很多金錢 沒有很多社會地位的人 這次長達一年半的大選令美國社會兩極分化 而川普的勝選演講語調溫和 強調團結與合作 並向過去不支持他的人們伸出橄欖枝 昨天是一個良好的開始 但是它是一個開始 他成為總統以後我們會看 而且美國人包括很多民主黨的 就是對昨天晚上的結果非常失望的民主黨的人士 會仔細地觀察他的行為 不只是他的語氣 但是他的行為 在大選前 華府的政治精英和輿論普遍不看好川普 但是美國的選民 尤其是草根階層 已經用選票做出了他們明確的答覆 下面就看這位白宮新主人 如何一步步實現他對選民們的承諾 這是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